哈喽,大家好,我是剪了头发被老板说年轻十岁的,98年的寿猴 你们知道在中国最大的成吉斯汗雕像在哪里吗? 就是在内蒙古的乌海市,甘德尔山上 不是在半山坡上,而是在山顶 在我身后最高的地方,那个山顶就是成吉斯汗的雕像 在方圆近十几公里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那个雕像 浩资八年建造完成的 在我身后是一个很大的观景台 在上面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成吉斯汗雕像 然后在这边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那边的乌海湖 这个乌海湖也非常值得一提啊 因为它的大小忘记了,就相当于18个杭州西湖 重要的是它是一个人造湖 一个储存的水库一样的 也是非常漂亮的乌海湖 准备上这个观景台看一下 观景台前面有两个威武的骑兵啊 那边还有一个 这个成吉斯汗的雕像高达88米多 相当于27层的高楼 面朝西偏北 在它的内部是乌海市博物馆 这里还有一个金色的站嘛 这个锁道已经下班了,不能坐锁道上去了 然后我问了一下也不能步行上去 没有上去的路 可能是不允许上去 做锁道的话一个人是180 上面包括展览馆 不去展览馆的话就是100一个人 说实话比较贵啊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无人机啊 它居然陷高 这里是县高区域 最高只能飞120米 就飞不上去了 这座山飞到半山腰都是没飞到啊 就上不去了 比较可惜啊 想摆漂一下也失败了 看我在这里发现了什么 小马 两匹小马 一个白色的 不知道能不能掳一把 这边还有两匹骆驼 骆驼的话就吃这玉米干 这个太大了 给我一脚可能受不了 只能从前面来摸一把 好吃 又吐了 好嫌弃啊 还是摸一把小马 免费的小马 景区小马 这骆驼一瞪我 我就害怕呀 太高大了 直接给我一脚 是谁受得了啊 小马给一脚 我还能挺得住 这骆驼就不行了 昨天车子停在这里下雨了 车上都是小雨点 今天准备戴上耳机 带一瓶水 去爬山 准备徒步爬上去 因为这片区域它无人机线高 最高只能飞120米 需要爬到山顶才能航拍 这个城级四汗 我准备节省100块钱的缆车费 当作减肥了 爬山 徒步上去 给兔兔搞一个迷人的项圈 戴上 给我自己安利了一个帽子 望山刨死马 到现在我还没有找到上山的路 太阳太晒了 这里也是很漂亮的 像一个峡谷一样 之前是一条水流从这流下来的 现在已经干掉了 这边有很多塌方的落石 但是车子是肯定过不去的 只能徒步走上去 看为这边路全都是碎石落下来的 从那边走过来还是很宽敞的 就这一小段 很多人想出来自驾游 都会问一个问题 一个人会不会太孤单在路上 当你一个人爬过一座山 一个人走过荒芜人烟的隔壁滩 一个人走过流浪的生活 基本上就可以脱离孤单这个词语了 有感人发 恐怕 兄弟们不要搞笑一下 偷u 偷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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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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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